好 今天在北台灣的部分 其實感受到比較強的午後雷震雨 從累積雨量來看 其實主要是集中在雙北地區 特別新北市的三峽 今天累積雨量是最多的 145.5毫米 要特別提到的是三峽 其實時雨量一度是破百的 換言之這個145.5 是在很短的時間下下來 而氣象局的標準呢 三小時累積雨量破百呢 就是好雨了 這麼多的雨又下得這麼急 這麼快 其實在都會區 如果來不及排掉的話 今天我們就看到雙北 有不少地區都有集淹水的狀況了 另外在這個山甲 是在樹林區 前五名樹林上榜了兩個 其實也累積了124 131毫米 另外就是在台東 也累積雨量有126毫米 另外金門的部分 要特別提到 其實它跟午後雷震雨 是比較沒有關係的 而雨接下來會怎麼下呢 其實我們從 這個六小時的預報來看 今天晚間的這一張 看到雨區範圍其實還蠻廣的 不過主要還是因為 午後雷震雨下得比較晚的關係 到了入夜到明天清晨的這一張 其實降雨範圍就只剩下台南跟高雄了 主要還是因為受到偏南風的影響 迎風面帶來一些降雨 而偏南風一路會影響到週三 換言之東南部的民眾 週三以前其實都要注意 清晨是會有一些雨的 而不管是明天的上半天或是明天的下半天 其實從降雨的分布來看都沒有差很多 主要還是在下半天的部分 在山區的部分累積雨量相對是比較多的 主要還是受到偏南風的影響 所以午後雷震雨相對來說是比較早開始下的 像今天中午之後就開始打雷了 主要是這個原因 而降雨的範圍有比較限縮 今天我們知道說各地其實的感覺像是在雙北的平地雨蠻大的 主要還是因為這個低壓帶走了之後 水氣還比較多 不過週一開始到週五 主要降雨會是以山區為主 平地的部分降雨來說就比較少了 要來看接下來的降雨趨勢 剛剛我提到了週一到週五 主要午後雷震雨的範圍會集中在山區 平地相對來說水氣比較少 降雨沒有這麼多 而到了週末的時候 因為我們感覺偏東風的關係 所以東半部迎風面的部分降雨是比較多的 而午後雷震雨從這個趨勢來看 其實在山區的部分相對來說也是比較少的 另外還要提醒大家 未來一週主要還是典型的夏季天氣形態 歡迎中午以前要注意的是高溫炎熱 而中午之後要注意的是午後雷震雨 高溫炎熱的狀況會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其實要注意的就是西半部地區 還有在花東縱谷的部分 相對來說溫度是比較高的 可能都會在35度以上 今天的最高溫是落在台東縣的長濱 溫度來到36.4度 未來一週可能都會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提醒早上出門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防曬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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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